我最喜欢的电影 这是一个好问题 我最喜欢啥电影呢 我也没啥特别喜欢的电影 可能周星驰的电影 我看的算是比较喜欢的 像 好多时候别人看周星驰的电影 就是看的是那种 热闹啊 或者是插坑打魂啊 或者什么所谓的无厘头 其实 我看过周星驰的电影 我觉得 我就看他对这个世界 是怎么结构的 就是说 你看周星驰的电影里面好多的角色 都其实挺极端的 就是说 看着也好 这些角色应该在现实里面是不存在的 或者是很难生存的 这种 人物形象 但是 因为电影嘛 他是源于生活 肯定不是不能完全是等同于生活 所以我觉得周星驰就把 这个世界上的各种各样的人 其实每个人可能都会有不同的这种性格特征 像他的话呢 电影里面就是把那种最具特色的那个性格特征 放大 甚至说 你能从这个角色 只能看到这种一个单一的性格特征 因为每个角色他都有一个单一 相对单一的一个性格特征 所以的话呢 就是说角色之间就容易碰撞 因为角色之间容易碰撞的话呢 就更重要的矛盾 那么我们从观众看来的话呢 这可能就是一个电影的这种故事情节很有张力 啥才有张力 就是所谓张力呢 就是让你看着电影就甭成劲儿 你就想从头到尾把它看完 把你甭住了 然后用我老乡张家元的话说 全程无尿点 就是你看完之后你就开始想看到街尾 你中间你不想去上厕所 这就是有张力 这个故事就是认识一个文学作品必须要有张力 也就是说他的这个矛盾 必须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所以的话呢才能转越 才能抓住这个眼球 但是有些电影电视的编剧的话呢 可能又搞得比较极端 一个矛盾又一个矛盾 一个矛盾又一个矛盾 让这个读者的话 对这种就张力太大 温过劲儿了 他感觉疲惫了 这也是有的 而周英池的话呢 他的电影的话 这种张力当然是很强了 而但是呢 因为他的每个性格 属于那种很单一的这种性格特征 往往就是说这个单一的性格特征 迸发一个激烈矛盾的时候 如果你具备这个性格特征 你会觉得很有同感 因为他会把你具备的这个性格给你放大到 就是说一个最大的程度 嗯 而且就是说他会把这个社会的好啊 坏啊 丑啊 恶啊 他都通过每一个角色的这种 夸大的一种性格特征 然后再通过这种夸张的语言 然后再通过这种夸张的语言 还有夸张的这种 呃 这种行为的 通过这种行为进行表演 但是不管咱怎么样呢 其实就是说他把一个大全世界 进行解构成一个单一的这种各种各样的元素 然后要重新拼凑在一起 而这个重新拼凑在一起的话呢 他不会让一个 本来是一个人具备的一个多重的这种性格 他他把一个人具备的多重性格分辨成 分分到多个角色上面 每个角色具备一个单一的性格 有的时候你可能看到里面很多个角色 很多种性格 其实 他们或许演的只是现实中和生活中的真正的一个人 当然了通过他这种 啊 对这种性格这种放大 然后对矛盾的这种夸张 然后他会把他想表达的东西想 就是说披露的问题可以充分的披露 然后把他想表达的这种想法 做就是做到一个很大的一个表达 不过很多观众就看到乐 就没有看到 他在这个 这种挑逼挑逼搭乱这种搞笑的这种行为语言之后 他想向读者表达 到底想表达什么一个意思 这我觉得这种终于是挺伟大 他通过这种 让人 人们普遍都能接受的一种很低俗很烂的东西 去表达一个他对社会的一个很深深入的一个思考 我觉得挺了不起的 他很多电影我都觉得挺好 但是后来等到他名气越大的时候 反而他的电影 我觉得可能是为名所累吧 可能名气太大了 或者说他对社会的思考的程度太深了 已经让我都理解不了了 我比较喜欢他的早期作品 我能够看到就是说 我看到一个一个光怪流离的社会 变成到他那个地方变成是各个这种极具性格特彩的色彩的人物 我觉得周恩智挺了不起的 他比张艺谋要了不起 张艺谋他也看到很多社会的问题 或许他也很有才华 但是在中国的这个框架下 他也没有办法完全去展示他的想法 尤其到了现在 张艺谋成名之后的作品 还不如周恩智成名之后的作品 张艺谋成名之后的作品 就是俗 烂 空 大 然后 只有形式 没有内容